台湾传出了恐怖攻击的威胁 当然检警还在查这封信到底是怎么来的 不过有一个人他深信不疑 认为这些恐怖攻击都是要针对他 您还记得吗 新竹有一位女博士 她自称在网络上 站在和美国CIA的局长交往中 甚至是还因此惹上了伪造票据的麻烦 那么现在她在脸书上又po了新的文章了 她说这些恐怖攻击就是为了针对他 几天前刘信女博士为爱冲昏头 被网友以美国中情局投资身份 骗走了上万元美金 我所做的任何几次期 我都是在第一个帮台湾拼外交 第二个我想要帮助她 直到现在都还深信不疑的女博士 在台湾传出遭到雅丽安组织 锁定攻击后 又在自己的脸书po文 说这一切都是冲着她来的 说恐怖分子早已经盯上我 更说她和那位CIA的恋情曝光 才让台湾深陷战争危机 讲的深情款款 有网友就看不下去 开玩笑说美国网友要赶快救女博士 不然恐怖分子将开打 更有人直呼要躲在哪里才可以得救 网友更暗示大卫是为了继续骗刘信女博士 才发布恐怖攻击威胁 当初和刘姓女博士视讯 男方深情喊话 女方痴痴等待 女博士深信网友盲目追寻爱情 扯上恐怖攻击事件 外人看了直摇头 中文新闻何梦坚 李文婷新竹采访报道